再来说说孙女士啊 1月4号的一大早 孙女士呢一出门 哎一看算了 今天那儿也别去了 怎么了 车玻璃碎了 位置就是这个 我车的后挡方玻璃 然后这一块是吗 嗯 当时发现的时候 这里边有一个饮料瓶盖 嗯 然后这个地方全碎了 现在 这一边呢 这已经都裂了四圈 啊 我看这个角啊 还有下边这儿 现在都是裂痕 都裂了 1月4号早上7点多 孙女士呢 正准备送儿子去上学 一下楼就发现呢 自己停载停车位里的 这辆车的后挡方玻璃 出了一个大窟窿 然后我就报警了 报警之后查监控 然后是发生在 3号晚上7点半 就是这个银行的 这个监控排到的 呃 7点半的时候 这个地铁口有行人 然后这边有六弯的人 然后就一个瓶子 从天上垂直砸到这了 当时砰就砸到这了 整个的这个过程 是被拍下来的 对对 那您感觉从监控上来看 应该是从哪个方向 垂直 我觉得是垂直 因为它不是斜着 斜着进来 就上下掉下来的 那您觉得应该 从哪个区域的位置呢 我觉得应该是高区 就是起码应该有个 七八楼以上吧 从饮料瓶子坠落下来的 这个状态和击打到 后挡风玻璃上的 这个力度上来看呢 孙女士分析啊 应该是从旁边的 这个高层的高区 飞下来的这个东西 我就感觉这个行为 就是对社会危害太大了 因为那个时间吧 就是是晚上7点半 就是地铁口来来回回 人太多了 正常的话 家里有那个饮料瓶 喝完的话 喝不完的话 就直接放在垃圾袋里 随手就拿下去了 如果是高空抛物的话 这种行为 就是太不道德了 我感觉 对我们人身安全 就是其实 就是挺让人担心的 高空抛物危害不小 孙女士也表示呢 对于这种行为呢 它是坚决零容忍的 这一个事情的发生呢 现在是砸到了车 但当时的那个时间段 我们也看到了 在附近呢 还有很多行人 这如果要是砸到人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事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也过来之后 然后把这个监控都调走了 把这个证物也都拿走了 然后上面 就是可能会提取 这个饮料的指纹 然后监控什么的 都可以喷的时间 然后就是 我希望这个人就站出来 如果不站出来 后续的话 我就会走法律途径 我会走法律途征物 就会走法律途征物 我会走法律途征物 我会走法律途征物